大家好,在夏季很多花药都给三角梅控水触花 但是都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那么是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握好这一点 虽然给它控水的非常好 但是还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这一点就是由于三角梅它是短预兆花卫 在夏季预兆比较长 没有掌握好预兆触花 不是很理想 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秋季预兆逐渐的变短 这时候是最适宜给它吹花的 那么吹花我们就要给它做好三点才能吹花成功 首先第一点就是追肥 把我们的鸡猪养得强壮了 才有利于花芽分化得多 根部追肥一般都是使用一些有机肥 比如像这种芝麻饼肥 肥力温和肥效其久 只要在这个盆面给它浅埋 看上我这盆就是使用了一些芝麻饼肥 给它浅埋到根部 慢慢的释放养分 让植株有着源源不断的养分失收 才会长得强壮 每颗植株摆上30粒就可以了 第二点控水 当我们的这个盆土完全干透了 再过两三天给它浇水 或者是从这个叶面上给它喷洒水物 这样叶片就不会因切水严重而导致出现了掉叶子 在喷水物的同时 最好呢就是给它加入一点磷酸二氢钾 它是一种高磷高加肥 既能促使花芽分化的快 也可以补充养分 第三点就是光照 如果没有充足的光照 它是不可能花芽分化的多 长期处于硬币就出现了涂涨 或者是开花少的现象 那么我们给它晒得越狠 它就会花芽分化的越多 经过给它使用 经过给它使用三招之后 我们的三角梅很快就会开花爆棚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